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天所赋给天下万物的 那叫做本性 这里有两层 也是自然之气性 也是落实在人 除了自然之气性 人之异于禽兽者 积息 这就是自觉之本性 自觉之本性 跟自然气性不同的 这里非常强调的是 人有一种自觉之觉性 能参战天地之化育 所以天命之谓性 所重在自觉之觉性 而不以自然之气性为重 是以自觉之觉性 不过这并不妨碍 必须要有自然之气性 因为没有自然之气性的话 那也不能成就一个人 一般我们会说 人是得天地阴阳五行之气 而最为灵秀者 而构成人 人性就是具有阴阳五行 最为灵秀之气 这样的善性 寻顺这个善性 就是人生之大道 修明这条人生之大道 就是最重要的教化 所以我们讲的教化 从人生之大道说 而人生之大道说 是从人的内在本性说 而人的本性是从天道说 天道将是一个存在的 真实的发生 存而在真实的发生 因阴阳之谓道 跟天命之谓性 是连在一块说的 寄之者善 是可以连着 这里所说的 率性之谓道而说的 成之者性 是连着 修道之谓教说的 所以天命之谓性 讲的是天道论 率性之谓道 讲是实践论 修道之谓教 讲是教养论 这跟异传所说的 因阴阳之谓道 既之者善 成之者性 从存在论 天道论 从参战论 实践论 一直到文化教养论 生成论 教养生成论 这个是连接在一块的 这是肯定的 在朱熙的柱里面 很明白了 凸显出了 他的理学的立场 理学立场 是客观 法则性的立场 所以他说 命由令也 性即离也 天以阴阳五行 化身万物 气已成形 而礼亦复焉 由命令也 讲天命之谓性 于是人物之生 因各得其所负之力 以为渐顺五常志的 所谓性也 他强调 凸显出 这个理性之力 强调 那个道德理性之力 道德理性之力 是由天所赋予的 至于天 如何去理解 我想这里是可以 投论的 在我的理解来讲的话 天强调是 它的普遍意 理想意 它其实 落实了就是它的 总体意 根源意 我们讲道 当我们讲道 作为根源意 而总体意的时候 那道 一音一样 是存在着脉动 以存在着脉动 而说的 这个性 它不是性即离 而是讲天命之性的时候 这个性 是讲 那个生命 生生不喜的流行 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朱熙这里 它是一个理学的路子 它是很强的 你可以看到 所以率寻也 道有路也 他寻顺 寻顺这个性即理 然后作为人生之大道 人物各寻其性之自然 则其日用事物之间 莫不各有当行之路 这是所谓的道 那么修品节之业 性道虽同 而弃柄或异 无不能无过不及之差 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 而品节之 以为法于天下 这叫做教 而讲礼乐行政 同包裹了 所以人之所以为人 道之所以为道 圣人所以为教 圆其所自 无一不本于天 而悖于我 那么学者知之 这其于学之所用力 自不能一意 所以指示于此 熟发明之 读者所以身体 而默示也 这道呢 道也者不可 虚于敌也 可离非道也 因此 君子 戒善乎其所不独 恐惧乎其所不闻 你寻顺 你寻顺 自觉 是本性 这是人生是大道 这条人生大道 不可虚于敌业 你一旦可离 就不是人生大道 那君子 其于其所不独 其所不闻 都要戒善乎 恐惧乎 戒善恐惧的 代表着 一个心长存敬畏 时时刻刻 都要 依这个人生是大道 来说 所以就此来说 它的重点是在于 依寻了一个 自觉之本性 所修明的人生大道 来说 讲 莫献乎淫 莫献乎鬼 故君子 盛起独也 莫献乎淫 就是在隐暗之处 仍昭然可见 在 维系之处 仍然是明显 可知的 这个地方 就是想 君子要盛起独 君子 自己之所独知之处 一当能够 谨小 甚微 能够 如其 本然 以其独体 良知 而去做这个事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